主席請我們這個副部長 副部長 我們對這個 部隊裡面這個很多問題 特別是木兵士大家談了很多 我們來換一個比較 輕鬆的問題 最近這個副部長請教你這個 最近 這幾天這個美國歐巴馬總統 他到了一個泰國 到菅布塞 到緬甸去訪問 是 站在我們這個 他現在是一個外國人這個總統 他到 中國到了周邊這幾個國家去訪問 就如同剛剛我們這個 主席他提到的 在 最近那個Gaza 這邊這個 事情發生 史上有蠻多人 是 那同樣的一個例子 在歐巴馬到 周遭這幾個國家去訪問 在我們這個 國安部這方面的一個看法 有什麼這個看法 謝謝委員 有兩點 第一個當然是 展現這個 美國的這個決心說 重返亞洲 那麼 在一方面也關切 這個這個 區域各國 對於美國在這方面 擺演角色的一個一個態度 第二個當然是 參加這個東協的高峰會議 還有這個 就這個機會呢 去做了首次對緬甸人訪問 也推展美國在這方面的一些民主價值 我想這是 美國在區域國家裡面 就在這個地區裡面 展現美國的一個 參與跟這一個決心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指標 他這個 我們都清楚 報道很多 是美國這個 就是現任 現任總統 第一次來訪問緬甸 第一次來訪問這個 柬埔賽 Cambordia 是 他這個意思 當然有不同的外界的解讀 當然這個是給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就是 這兩個國家是美國以前 元首幾乎沒有造訪過的 是沒有的 第一次 第一次 當然表示說 這方面美國有一些 有些積極的作為 尤其是在中共的周邊啊 展現這樣的一個魄力 跟這個積極的行動 當然會對中共產生警惕 所以 類似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總統的一個訪問 對我們整個國家的安全的考量來看 我們有沒有一個新的一個思維 在這方面是不是 有什麼東西可以 來 在國務部裡面說 欸 美國 他這樣一個總統這樣做 他丟給我們的 有什麼這個 特別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information 我們可以去 思考 可以去利用 謝謝 我也給這個機會 呃 這個思維跟information 是有的 呃 因為美國總統 以這樣的高度來做 這一個 呃 非常有意義 而且是呃 前所未見的一個企圖 跟訪問的話 呃 表示說 第一個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 非常重視 第二就是 美國對亞洲的這個這個 所謂的一個 大家的一些 對於 這個國家跟他們有 有一個這個 軍事上的演習 呃 最近比較頻繁的就是 日本 跟韓國 還有菲律賓 呃 那麼還有這個 在中南派黨上 泰國跟美國也有一些演習 印度有沒有 呃 印度有參加一些聯合演習 但單獨的 並沒有 菲律賓也演過 也演過 對 所以這個在 以這樣一個動作來看的話 他美國重返亞洲 他這個講法 他是慢慢在落實 好像已經也 從這個 行動方面也能把它表現出來 呃 自從 在這個 香格林的會議 說這個 美國這個 重返亞洲的一些 比較具體的作為之後呢 可以說 在這個政策上 已經漸漸的落實了 OK Alright 所以這一點是提到 共參考 就是 他這樣一個 美國這樣一個動作 是不是也在 因為我們密切的注意 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我們在國內來看 因為我們 國內這個 domestic 在國內裡面是一些 我們要整頓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 各方面要怎麼樣來做 是一回事 但是 以整個一個 國際間的一個發展 這方面 對我們是有利 還是有什麼這個 對我們不利的 是 這樣一個動作 我們可以來 我們密切來注意 研究 鋼匪反應 好 那我請教一下 這個 今天我們在審查 這個 服務條例這個部分 這裡面有一個 大陸地區人民 跟香港 澳門居民在台灣地區 應涉及滿20年 使得參加 志願士兵的一個 一個偵權 有這個條文在裡面 是 但這一次我們把它 這個好像是刪除掉 是 那我請教一下 這一個是 什麼時候 我們在國防部裡面 提到 有一個大陸地區人民 跟香港澳門 這些人可以在 我們這個部隊裡面服務 是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 我請我們人力士司長 給您做一個答案 好 跟委員報告 我是人力士司長 我們這一次把這兩個的條文 拿掉 是因為 我們現在就是依據 兩岸關係條例 以及港澳人民關係條例 他們 律定是 大陸地區人民是20年 港澳地區人民是10年 所以未來我們的相關的服役條例 就按照他們的規定 我們來遵行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不再重複贅述 問題是這樣的 這個 一個國家的安全 這個忠誠度 就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在什麼時候 在國防部 把這個大陸地區 和香港這些澳門地區 這些澳門地區人民 可以來當兵 當我們的兵 是什麼時候開始 有這樣一個條文 什麼時候開始執行 因為這個是 我們在 牽涉到整個 我們國家的一個 一個 你到這邊來當兵的話 你這個忠誠度 是怎麼樣 你是不是會 產生一個 所謂 這個 啊 國家安全的問題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我們是在86年 是86年 對 然後 台灣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 我們是從81年 它只要定了 我們就定在我們這裡面 因為我們完全是 對 我們完全是按照那個 兩岸關係條例來做 所以說 呃 因為我們也不能夠 跟它之間有落差 所以那我們現在這次就是 不要再重新我們這裡面的敘述 那它規定 我們就按照這個 它的規定來做 呃 我們再請都委會跟委員 再把這方面再說清楚一下 好了 OK 簡單說明一下 是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攸關整個系統裡面 整個我們國家的系統裡面 這個安全上 中程度安全上面的有問題 是 跟委員報告 那 兩岸條例 第二十一條 其實針對大陸人士 呃 要擔任軍公教 那 在民國八十一年就已經制定 必須要滿十年 那後來修正 就是說 針對 這個 軍事的職務 它必須要滿二十年 這在兩岸條例 本來就已經有規定 那另外就是港澳條例的部分 那 在八十六年制定的時候 其實也有相應的這樣一個規範 那 兵義法 變成說 它等於是重複規範 齁 那重複規範 那現在就是 兵義法這邊把它拿掉 其實就是回歸到 兩岸條例 以及港澳條例 它既有的 這個規定 因為這個是 我非常關心這個 因為這個是中程度的一個問題 安全的一個問題 這個主席再給我一問 因為 再一次 再一次 你們這個國安部 今天有一個新聞稿裡面說 這個 呃 你們的發報有 十七九千六百六十萬元 用這個限制性的招標 這個案子 這是 軍備局他們 對 那是不是用這個限制性的招標 那這麼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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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是不是完全說是 這家公司 你們是百分之百能夠信任嗎 呃我們請請問一個委員說明 那這家公司 那麼我們昨天下午已經決標了 我們相信這家公司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後面沒有 入資的因素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們相信 OK我們 我們有時間在展 OK 好謝謝